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呢我们要见面了啊 这期啊我们来聊一聊啊 关于番茄育苗 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的农户啊 说这个番茄育苗啊 这个天数不一样 有的呢说五到七天就可以 发芽出苗 有的在需要说是九到十一天 那么到底啊 咱们在番茄育苗的时候啊 大概需要几天才能够发芽呢 这个棚啊是我们 其中的一个玉苗棚 这个呢都是 玉的 这个口感番茄的这个种子啊 这个呢是 十一月三号啊 开始播种的 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 第七天的时间了 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发芽 实际上啊在正常的一个温度下 得需要九到十一天才能够 发芽 这有一个温度计 我们来先看一看 现在的一个温度是二十度整啊 二十度整 番茄在育苗的这个过程中啊 实际上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呢 是15度到32度之间啊 这个是最合适的一个温度 呃我们在育苗的时候啊 呃为了让它尽快的出面呢 我们需要给它加这个二毛呢 给它保温一下 但是这个在管理的过程中啊 我们需要啊调控温度 呃您比如这个温度啊 一旦达到了33度以上 那我们呢就要把这个二毛呢 啊给它先撤掉啊 给它撤掉啊 呃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呢 我们要看机制的这个水分啊 含水量怎么样 如果有点干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给它补充这个水分啊 到晚上的这个二毛要重新扣上 所以经过这个时间来看呢 呃我们这个番茄苗呢 呃大概呢得需要 呃差不多得11天的时间 当然了您这个 如果温度更低啊 可能得需要两周的时间啊 也就需要14天左右了 这个是无醋栽培 上个月20号定制的番茄啊 到现在已经是23天了 看看 嗯 这片上啊还有一些土水现象 这个就是因为尸程高 土壤十分好 根性比较发达 啊造成的就是 叶片这个吸水能力强了以后呢 然后会在叶片表面上存留水株 到了十点多以后 这些水株自然就蒸发掉了 这个番茄呢 我们平时浇水施肥 就靠这样的一个地罐带 看一下 这个地罐带上面都有小一点 这个就是出水的地方 这样的话浇水施肥 更加科学 然后定水定肥 这样的话 这个番茄长势才会好控制 整体来说吧 这个无土栽培番茄 它的生长速度要比土壤栽培的速度要快 但是呢 前期投入的成本会高一些 但是呢 它又降低了劳动投入 所以说呢 总体来说 感觉无土栽培还是要比 土壤栽培要好很多 浓民朋友们大家好 自从上一期 我们已经介绍了 小麦上常见的 四类杂草 那么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出淘剂 这期啊 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做一下普及或者是比较 如果说咱们农户啊 到小麦地块里面 发现 看麦娘和这个野烟麦 比较多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建议啊 您可以去使用 福色黄龙 和这个金鳄错核草林 这两种呢 也就是除了对节节 卖无效之外啊 别的都可以防止 而且几乎呢 不会出现什么要害 另外的 像甲鸡二黄龙 这个呢 需要引起咱们农户的注意啊 甲鸡二黄龙呢 是对所有的杂草 就是河本壳的杂草啊 是都有非常好的效果的啊 但是呢 我一般建议 咱们除草剂呢 最好是在年前的11月份 就要去喷洒了 有些农户会咨询 年前呢 我没有来得及去打这个除草剂 年后还能不能去用 可以去用 但是过完年以后呢 我只建议咱们农户呢 去使用福错黄龙和金鳄错核草林啊 因为年后再去使用甲鸡二黄龙的话呢 很容易出现要害的啊 一亩地超过30毫升 就会出现大面积的麦黄啊 感觉就像烧苗一样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咱们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注意的一个事项 第一个呢 连续的日平用温度 稳定在8到10度以上 或者说是平常啊 这个天气预报在播报的时候 有一个最低温度 最高温度 您只要看着啊 连续的这个最低温度 一般只要是在5到6度之上的 就可以去喷洒了 另外呢 在使用这个除草剂的时候 就是年后 大家一定要记得有个时间段 就是赶在小麦有6个月之前 咱们这个除草剂啊 最好就全部要打完 这个甲鸡黄龙呢 真的不建议用啊 因为每年呢 都有使用甲鸡二黄龙呢 去出现要害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如果说 咱们这个小麦地块啊 有这个阔鸡的打草 和这个堪麦娘啊 同时发生的 那么您呢 可以同时去加上这个本黄龙 或者是二亚斯利纳啊 然后再去配合这个 福错黄龙啊 或者说是金鸡错荷草林 啊 就可以了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呢 我们又见面了 谈到小麦高产这一块 我们呢 离不开一个水 离不开一个肥 这两块 呃 可以说是高产的基础 那么小麦从种 出苗 一直到收获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我们需要追肥用几次肥 浇水需要浇几水呢 啊 这期我们 给咱们朋友们的一个答案啊 呃 如果说咱们有小麦种植户呢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就是小麦要抓住 凉水和易肥啊 凉水呢 肯定不容置疑了 年后反性水和反性肥 就已经算易肥和易水了 还有一次 就是年前的一个月冬水啊 那么看过我视频的呢 已经知道 年前交易月冬水 有很多的一个优势了啊 而且年前这边月冬水呢 一定要大水慢贯的去进行 年前这边月冬水呢 时间可以集中在12月份啊 12月份就12月份的中旬 下旬都行 都可以 第二次就是反性期的时候 这边肥和水 这个时间呢 可以集中在 3月10号之后 到4月10号之间去进行 如果说咱们底肥用量 就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那么咱们这一次反性肥啊 这个用量上呢 相对就可以少一点啊 只需要用尿素就行 如果说咱们底肥用量呢 用的是以尿素啊 或者说是碳氨啊 或者是磷酸二氨啊 过磷酸钙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呢 那么我建议您这一次追肥呢 相对就要以一些负荷肥为主 也可以呢 去用一些高甲肥为主 啊 好了 农民朋友们 本期呢 我是向咱们提供了小麦 从种到收 所需要的凉水和一肥 啊 去抓好这凉水一肥 为您的小麦高产呢 打好一个基础 尤其是一些包的大货啊 希望抓好这凉水和一肥呢 为咱们这个小麦啊 争取卖上一个好的价钱 提供一个保障 谢谢大家